大家好 欢迎收看强行2分钟的慢食快语 我是Amanda 今天教大家做靠颜值红变全世界的四木雪 现在先来切各种水果了 今天教大家5种口味 第一个口味是一个非常凹造型的双层四木雪 第一层是火龙果价香蕉 第二层是木瓜 所以就把这些水果切切切切成小块就好了 切好的水果我建议你们把它放到冰箱去冷冻 因为这样打出来四木雪才是冰的 冰的四木雪才好喝 我觉得常温的是没法入口的 另外冷冻的水果可以让四木雪更加浓稠 现在水果都冷冻好了 我们先来打第一层200克的木瓜加100克的酸奶 放到搅拌机中打成果稀 倒出来之后把机器洗干净来打第二层 100克的火龙果加100克的香蕉加200克的酸奶 因为火龙果水分含量很高 所以加一点香蕉增加它的浓稠度 然后我贴了一片切得非常薄的柠檬 放在杯子上作为装饰 并没有什么卵用 但是颜值高的东西大家都喜欢你们懂的 把第一层的木瓜酸奶倒进去 倒到杯子一半的地方 接着再倒入第二层的火龙果香蕉酸奶 现在第一个口味就做好了 接着做第二个是你们重口味最爱的榴莲 取出果肉之后还是放到冰箱去冷冻 但是这次不用冻的太久了 因为后面我们会加冰淇淋 所以只要把榴莲冻的稍微有点硬就好了 别忘了还要去盒 现在我把纯的榴莲果肉 大概是250克放到搅拌机里 又入一块光明冰砖大概是100克的样子 你可以换成任何你喜欢的口味的冰淇淋都可以 接着再倒入300克的椰汁 就是最普通的椰树牌椰汁 交大生奶淇就好了 杯子上我依然贴了 切得非常薄的羊桃和猕猴桃作为装饰 还是为了你们研制的 刚才打好的榴莲奶洗倒进去 上面再撒上切成小块的猕猴桃作为装饰 现在第二个口味的丝木血也做好了 现在第三个口味是猕猴桃加甜瓜加酸奶 依然是水果切切切 放到冰箱冷冻 切甜瓜的镜头我忘拍了 你们脑补一下吧 现在把做第一个口味的丝木血用到的木瓜 剩下的边角料切成三角形的小薄片 贴在壁子上做个装饰 冷冻过的猕猴桃200克加甜瓜200克加酸奶200克 搅拌好的丝木血倒出来 上面再撒上切成小块的甜瓜这个装饰 现在第三个口味的丝木血做好了 第四个口味是草莓加桑胜 依然是水果切切切 放到冰箱去冷冻 桑胜的镜头还是忘拍了 你们脑补一下 这就是一个很费功夫的分层的丝木血 第一层是冷冻过的草莓200克加酸奶100克 另外呢我还加了一些蜂蜜 因为这里用的是无糖的原味酸奶 第二层是冷冻过的香剩50克酸奶250克 另外还是加了一些蜂蜜 杯子里贴切切的很薄的草莓片作为装饰 把之前打好的草莓酸奶倒到杯子一半的高度 接着倒入香剩酸奶 这种分层的丝木血再倒第二层的时候 一定要缓慢而小心 防止它们混在一起 好了现在是最后一个口味 芒果切切切切切成小块 香蕉也是切成小块 还是放到冰箱里头去冷冻一下 对了我刚才是不是忘说了 今天给出的所有材料都是两人份 丝木血这种东西做一人份很麻烦的 可以把椰汁换成牛奶 但是我觉得椰汁和芒果搭配在一起味道更好 搅打至细腻之后 倒入贴了羊桃片的杯子里就好了 最后一个口味的丝木血完成 丝木血这种东西真的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所以我今天只是给你们一个灵感 各种水果可以怎么样互相搭配 除了这些技术材料 你还可以加一些坚果啊 花生酱啊 麦片之类的进去 喜欢我的节目别忘了点赞订阅 关注评论发弹幕 投硬币投香蕉 然后扫码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版 每一期的节目在微信上 都会有详细的图文菜谱 谢谢大家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